最近姐姐回台定居 行程滿滿 12日出席代言活動 被繳割晚會過程超級爆笑 沒事的沒事的 因為我現在要被投訴的 好 都在我都怪我 都是我的手 那你補嘴了 最近姐姐碰到嬌哥就是沒辦法 但兩人聊起爸媽金 讓林芝琳忍不住淚灑舞台 請你的兒子都照顧我女兒 謝謝你 不相向我女兒 你不要隨便約她出去謝謝 哈哈哈哈 你被擔心 照著我擔心了 你們小帥哥出現 好 結尾真的很特別 我從來沒有做過 都沒想到我們會在裏面 我爸媽金 其實我在好像剛剛好的時間結婚 剛剛好的時間 有了孩子問 我感謝老金元撐寫給我的 每一個機會挑戰在舞台 我自己沒有對工作上有 更大的聯繫或是規劃了 未來我會把重心 一樣是放在陪伴小孩子的成長 這樣子暫時沒有什麼規劃 我覺得這時候等到送她上學之後 我們再討論看看自己的狀況 這47歲要生一胎 真的很難 真的真的 就是她真的這個年紀是非常勇敢 以富強哥的腳步來講是奇蹟啊 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我也希望給大家一些信念 還有信心 我覺得我從來從來沒有放棄過 然後也相信有一些奇蹟會發生 所以不要放棄 然後有信念 還有照顧好自己的信心很重要 我相信有很多毛毛可能現在在面臨 其實現在社會好像 這個是一個會提前存在的問題 那 對 就是最辛苦她一定會過 算了算了 對 蛤 對 最近很會過的 嗯 最近很會過的 真的沒有作過 很會過的 非常想念 非常感情 很過分 這也是很會過的 F pressing